中國官員 真的也讓大家想不通 你就作假 什麼視察 被這個作假被抓包 結果那也就算了 還有官員學著他作假 繼續作假 我真敢 我覺得中國大陸 就是一個很奇怪 也怪荒謬的一個事情 你看他們現在就官媒 一直在呼籲 一直在製造說 上海風雨竹池的假象 對不對 對 可是你知道嗎 那個官媒做出來的東西 播出的新聞畫面中 你看像這一個就被抓包了 這個怎樣 從頭到尾都是這個女的 你知道嗎 他都這種 這也很大 對啊 這叫做最強群演 這是群眾演員 你有沒有外個人演 我們臺灣是講零演 他們是講群演 對不對 這連座講都突然 對啊 他說你看 這個超市裡面擺滿滿的物資 有沒有 這個就是擺拍嘛 那就是藝術給你拍看看 而且那個官媒 就是都設計一些場景 對不對 像這個大媽被抓到之後 人家講說 怎麼在小區門口也是你 篩檢的也是你 到超市也是你 這邊買東西也是你 而且我覺得這個群演下次 他們真的沒有注意到一點 你也比較認真 你衣服要換一套戲服對不對 衣服都一樣 對啊 我今天上戲的話 是不是總要換個戲服 他連戲服都不換 所以難怪會被人家被人家抓包 太好笑 所以人家就講說有個笑話就是說 這個大媽 How old are you 不是說問你幾歲 是說怎麼老是你啊 對不對 所以你看 而且除了荒謬 老百姓荒謬 官媒荒謬之外 剛才就講到說那個山海副市長 那個陳通有沒有 他去視察很多地方 你看 還跑到人家小區裡面 找到他家裡面 這個你覺得確定是群眾的家裡面嗎 這個是寶山區的一個 那個什麼遠景家院的一個小區 有沒有 我找到一個民眾家裡面 因為前幾天人家講說 孫村蘭對不對 你就不敢下去街道嘛 你就怕人家罵說假的 假的都是假的 對不對 所以他不敢 他就躲在大樓上面 去做一個那個擺拍的動作 問題是他上去擺拍 現在又被人家笑你知道嗎 人家說鼓有銀耳盜鈴 現有春蘭爬頂 對不對 你看那招會老頂 所以你看這個陳通又來了 他來這樣 你看這個人家裡面 冰箱擺成幾層這樣 你看 就有人講說 比我們家過年的時候燉的民家比較多 真的假的 這是在過年吧 對啊 你都是冰箱擺的不夠 對不對 我連桌上都滿滿的 都是物資 太扯了 我告訴你 真的 你如果物資真的這麼充裕的話 我幹嘛存那麼多 第一個就馬上被戳破 第二個說 上海現在我們看到的視頻裡面 不是大家每個人都餓死了 沒飯吃嗎 對不對 那為什麼這個家裡面的人 東西這麼多 他是不是有囤貨居棋 或者他有特別關係 趕快去查 因為之前人家講說他們上海的 不是物資完全不足喔 是很多東西他寧願擺到爛喔 所以之前很多視頻就是有人跑到馬路上 指著那個一堆東西爛掉說 這些東西為什麼不發出來 就寧願擺在這邊爛 不過你剛拿那張手板有沒有 他裡面的蘋果都很漂亮耶 之前不是還傳說他們的老百姓拿到的 那個馬鈴薯還發芽的 那個吃了會死人的耶 可是我跟你講 依照現在的天氣對不對 上海雖然比台灣冷一點點 可是你這種東西擺到現在 有綁水果的喔 散散發亮的水果 那都要逛過 你知道嗎 這都電腦逛過 開玩笑 真的很會演耶 而且這種東西 你說這個香蕉有沒有 演那麼不像 我最在意就是這個香蕉 這個香蕉這個顏色這樣 你覺得是擺過好幾天了嗎 當然不是啊 我家的香蕉擺個兩三天之後 他就開始有黑點 那個黑的東西出來 那為什麼香蕉還擺得這麼漂亮 你看 對啊 所以就跟你講說這個演戲 純粹都是演戲 好啦 那除了這個之外你看 你看這個陳東區 他從頭到尾就沒看到他會手 他就用那個袖子有沒有 防護衣你看 手都包起來啊 裡面包起來 你看到這個包起來對不對 他外面還露出一點點白的有沒有 這個白的還是用消毒布 在包第二層 對啊 所以你如果這麼怕死的話 你幹嘛就去視察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 這個都是一些怎麼做做樣子 讓你這樣的話 你害怕到收手的話 乾脆就不要出來 出來的話 人家一看就知道 你這個又是做做樣子 就做假的嘛 那我說最近很多網路 對照很清楚 你知道 像有一個那個網路的 那個微博上面的一個 一個號叫做 叫做Rebekah是小原子啊 這個網友有沒有 他就公佈了一個影片 這個影片我們先看一下 那影片裡面 大媽在告訴你什麼 這個中國大媽果然就是很厲害 所以人家就開始說 我們要召集大媽們的戰鬥力 為什麼 剛才那兩個大媽是在幹什麼 你知道 他拿了大聲工 就錄了一句話 我們要餓死啊 我們要餓死啊 就一直重複這句話 他對著一個好像是一個男子 那個男子好像是被人家認為說 他應該是居委會的人 應該是官員 對著他一直講 可是這個男子 他衝耳未聞 你看現在在中國大陸當官 還要有那個衝耳未聞 裝死裝傻的能力 你知道嗎 你拿這個一直朝我 我也不想理你 我低頭滑的 我的手機就默默走開這樣 所以就跟你講說 現在很多人就講說 如果有集體反抗的話 我都支持 我一定都站出來 好了 那最近又有一個很 之前鍾南山有沒有 那個蓮花清溫膠囊 那個時候人家講說 背後藏著 運藏著廣大的那個利潤 有沒有 我那時候還被中國的 思維抗議英雄 那時候還掛了一條金鏈子 狗鏈子很大一條 那個牌子很大塊 那就告訴你說 一個抗議英雄 被思維抗議英雄 他之前發表了一篇論文 他是四月初就發表了 可是十八號才被媒體披露 可是一批露之後 沒多久就馬上全部被刪掉 為什麼 他講了什麼 他說中國不能長期追求動態清零 他說中國需要有序重新開放 讓社會跟經濟發展恢復正常 你知道嗎 連鍾南山 他都已經告訴你提出這種東西的話 你以前習近平不是把他移回國師嗎 在防疫方面的國師嗎 那現在他講這種話 你要不要聽 後來他被刪掉之後 出來現在出來的那個內容 就變成他在南開大學上課的通識內容 告訴你說 中國現在最大限度是降低傳播跟病死率 他說Omicron的那個病死率很低 對不對 但傳播能力強大規模流行的話 還是會失去很多生命 但中國完全開放是不行的 你看兩個論調完全不一樣 他就是希望說現在不能有質疑 動態清零的這句話出來